台南地检署查获屏東優活度假村負責人曾中信 涉嫌購買未經林務局合法標售的台灣檜木 市價大約1000萬元 檢方訊後預令曾信負責人以100萬元交保 其餘的涉案人以5萬元交保後傳 在103年1月間 向某不祥人購入這些非法的這個張木 那他的目的是想要把這些珍貴的林木 切割成這個聚寶盆 或者這個桌板這些物品 那放置在他所經營的休閒度假村來販售 經檢察官訊問後 認為這個休閒業的負責人 以及搬運張木的嫌疑人 分別涉犯森林法第50條 以及刑法第349條 雇買搬運張木罪嫌 那向台南地院申請積壓 那經台南地院分別以 新台幣100萬元跟50萬元交保後傳 那另外兩名倉庫的管理員呢 經檢察官分別預支5萬元交保後傳 檢方調查發現 屏東優侯度假村的負責人 曾中信被查出購買非法檜木 其中台灣檜木193根 重達上百噸 市價近1000萬元 另外還有相關帳策等證物 根據了解真宗信 向不知名的業者購買了山上 造發的珍貴檜木 直徑最長一公尺 長度大約1到7公尺 而部分木材準備做成 各類的一坪 擺放在度假村內販售 新的季度 總統電話 总統電話